爆竹一生 除旧碎 海外华人按照传统习俗 在除夕享用团年饭后 就会前往庙宇上头住香 迎接新年来临 亚裔人口逾70%的蒙特利公园市的 波罗修德善堂 及赤松黄大新祖宫 除夕夜实时过后 人潮涌现 善信们从四面八方到达上头住香 祈求龙年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如意吉祥 送旧迎新除夕及大年初一 到庙宇上头住香的习俗 在海外一代传一代 特别是年轻人 都喜欢穿上传统新年服饰 喜气洋洋去庙宇求财神 饮贵人 蒙氏波罗修德善堂 及黄大仙祖宫 除夕晚上时时过后 善信陆续涌现 到场外排起了人龙 蒙氏警局派出警车及两位警官 在马路中央维持秩序 保持交通顺畅 保障民众安全 蒙氏市议员饶影团与丈夫杨怀舟 市议员罗佩婷 吴少荣 前市长陈赞鑫 独奥提示市议员康家琛 中华会馆顾问梁永泰 敲务委员廖北华 李建民 罗明 与华会副主席杜如梅 洛杉矶番于同乡会理事长 沈君海等嘉宾 参加了省师迎新岁团拜 恭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吉祥如意 保安堂元老刘国次穿上财神服饰 向善信派发财神及贵人 大受善信欢迎及争相合照留念 蒙氏世松黄大仙护法王振表示 蒙氏世松黄大仙祖宫开山23年以来 得到善信们长期支持及奉献相伙 并配合盟士波罗修德善堂 共同普计劝善 普度众生 将善信之功德 吉野成求为世界各地 有需要救助的国家和地区伸出援手 支持华文教育 向罗省中华学校捐奖学金 供养缅甸僧尼及助养孤儿 兴建学校 又向越南贫困往生者师官 捐助当地孤儿院院童 资助菲律宾儿童教育 帮助南苏丹平民 向美国 中国 台湾 及各地天灾人祸等 不幸事情捐款镇尽 每年印制善书及农民历数万策 弘扬佛法等不予余力 他表示 宗教信仰可以抚慰民众的心灵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良好的信仰 彼此才能和平共处 世界才会变得美好 他祝愿大家在甲城龙年 得到菩萨保佑 事事顺即 大家 祝愿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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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祝愿大家未来的龙年 非常感谢大家过来这个地方 我们的佛堂来拜佛 现在有三位师傅 为我们诵经 祈求国泰民安 风雕雨顺 各位善心大德 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华夏电台记者 蒙特里公元室采访报道